演员梦在纽约上周中城的首映 在上映两周前已经票房售清 未满足票房需求 因此特别加盐五场 周六周日夜连两天 在中城电影院上上映八场 演员梦以中国大陆演艺圈为背景 讲述了身为演员的主角满怀梦想 却在演艺圈中身心受创 但一次偶然的机会 一本神奇的书使他重获新生 观众纷纷表示 电影传递出纯善的内涵 打动人心 柏拉图曾经讲过一句话 叫做艺术是塑造人类品格的力气 其实我们看到 当人有这种对神的向往的时候 他自然会产生一种内心向善的力量 在纽约上周中城首映当天 电影中的主演还到场与观众互动合影 并分享了拍摄电影中的体悟 特别是当女主角她从人生低谷和绝境当中走出来的时候 这个信仰的力量 真善忍的力量 不仅化解了她心中的仇恨 并且同而获得了新生 她十年的努力 就想让她太太能够重新的实现这样的梦想 结果她却把这个机会让给了其他人 是因为她受到的太太的感动 这种大善大忍的这种慈悲的心怀 然后让人们看到了更加美好的希望 更加光明 演员梦已在12个国际电影节 斩获奖项和提名 在纽约上周中城放映后 10月8号 9号还将在布鲁克林上映 紧接着11月6号将在澳大利亚悉尼上映 新唐人记者柯婷婷 潘君 纽约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